政府財政的狀況 談參與室預算 這個是我們預金會這邊的新平台這裡 一步一步的把參與室展開 那我們先看看目前的預算編制 有什麼問題來帶來談判 這些問題希望我們透過參與室預算的方式來解決 好 這個是我的一個大綱 先講地方政府財政再放 然後首先目前地方政府的預算是怎麼編的 然後去審議的 然後我們在談的時候 如果參與室預算該怎麼做的 它是不是可行 接著我們現在先要了解地方政府 我們實在講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大家會有一些誤解 事實上我們的所謂的地方 是包括直轄市 直轄市 我們有五個直轄市 到了年底以後可能再加一個就是桃園市 然後縣這邊有十四個 到了年底的話就會少一個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做省下 事實上不叫省轄市 或者還有一個習慣叫省下市 省下市是早期的稱呼 就是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這三個市 好 我們的地方 這個如果就這個直轄市 大概將來到年底 會有六個 縣會是三個 事會有兩個 這個省史虛極化 我們一般是稱它為所謂的 正式稱它為精神 市下面有區 這個市下面也有區 這個區啊 它沒有獨立的預算 像這個大安區 中正區 它的預算是在市政府之下 它本身並不是區長 是由市長派的 它不是民選的 跟這邊的鄉鎮縣夾市 跟這邊的鄉鎮縣夾市 像這個桃園市 這邊是桃園縣 這個桃園市 我們對到 在這邊有瓜福的 有瓜福的就是 都一直有民選的 這個也民選 民選 民選 這個都會有民選 有民選的 它會有個獨立的預算 有獨立的預算的話 就是等於說 它是可以 是一個當家的 它是一個當家的 就變成是說 它就有一些錢 可以是由它來決定 而且那個議會去決定 說要怎麼去 你這個行政單位去怎麼用 那至於說 這個區 它的預算是在那個 直轄市底下的一個單位 預算 這個 這個中瓜五 這個瓜五 這個區 這個區 在直轄市 目前有145個 那這個的話 在三個市 就是基隆市 新竹市 跟嘉義市 它們有12個區 那這種縣霞市 目前 像年底要選的 還是有200多戶 當然 桃園縣 這個 它一變成直轄市的話 這個就不會選的 會變200多戶 還會少 這個區長位是指選的 這個我們所謂的地方 是指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我們可能 要聊天 跟其他國家同樣 在那個 在東京的話 它的區長 是 是直接民選的 你知道 區長是直接 民選的 像我就曾經去一個 一個 為了了解東京的情況 去一個東京市 它有一個叫板橋區 空中的板橋 是一模一樣 它的區長就是怎麼樣 自己民選的 那個區長 他以前是公務員 他退下來要去選 滿可愛的 因為 他有一次 他接見我的時候 還特別在婚宇上 弄了一面國旗 掛在那邊 然後 我當時去的時候 他跟我講的時候 他要掛國旗 我很高興 後來走到一半 我很擔心 他把國旗弄錯了 結果一去的話 其實是我們的國旗 而且那一天 他親自來接我 他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間叫我停下來 我說幹嘛要停下來 他說 他說 他叫所有的員工 在門口鼓掌 因為交通很通差 他們的員工還沒有集合 所以我就在門口等 然後等了20分鐘 再車子也等了20分鐘 等他們員工集合 然後我們才大漾大漾的 這樣子走出來 給他們去鼓掌 這個我記憶很深 這一個是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預算的情況 來我們看到五個直轄市 等一個財政狀況 我們看一個地方政府的話 他有收入 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稅入 然後也有稅出 我們看五個 開始 五個直轄市的時候 他的稅入是 五千七百二十三億 其中台北市 就大概有一千七百多億 稅出是六千三百三十幾億 稅出跟稅入的差額 有夠短的一個補償的辦法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不夠的話 就是要去借錢 主要的是來自於借錢 那我們看到他們錢 發在哪些方向 那我們看到是在 只要是發在教科文 就是國中 國小 像台北市 還有高中 經濟發展大概是在百分之十 一般政府就是養那些公務員 大概百分之十一 社區發展跟環保 百分之七點六 社會就是像低收入的補助 大概百分之二十 警政就是大概七點六 就是警察人員的支出 退股支支 這個退股支支 主要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退休去的一個支支 然後 債務 這邊的債務 它主要的是債務的值 償還利息 付款是在另外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科目表示 不是在這個稅數裡面 它的錢是來自於哪邊的 我們看到自由稅核 大概只佔百分之三十六點六 台北市比較高 另外一個統籌分配稅收度 十點六 統籌分配稅收度 就是中央把它的國稅 就是像手的稅百分之十 營業稅百分之四十 國務稅百分之十 拿來分配給地方 那地方根據它的財政狀況 其它指標 它這個直轄市 大概可以分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另外其他的 像如果不小心被罰款 或路邊違規停車 這個就是通通是在其他的裡面 還有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財源 實際上上級政府補助 就是中央的補助 這個是直轄市的一個財源 好我們看十五個省牙市 就是有這個財政狀況 這個沒有包含金門連假 所以是十五個 在台灣省收到縣三個 這十五個 所以我們看看它的稅務 自有稅多 剛才比省牙市還差 它只佔了百分之二十 統籌佔了百分之二十 其它只要百分之十 然後補助收入 幾乎有一半都要靠上級政府補助 所以這個是他們苦哈哈的 這個就是怎麼樣 所以你如果不聽話的話 我補助收入 就給你一個主娃 叫緩播 或者是聖支菇播給你 它的稅數 稅數的話 大概我們可以看到 教科文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十四 教科文主要是用在教育的支出 那個教育的支出 就是國中國小這一些 然後經濟發展十六 社區發展社會 警政這些是它的一個是 稅數的情況 然後下面一張 這個是鄉鎮公所 沒有包括區 我剛才有個區的預算是包括在慈祥市裡面 沒有包括在這個區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 200多個鄉鎮市 它的稅數只有736億 然後稅數是695億 所以鄉鎮比那個是怎麼樣 其它的好的 它的債務沒那麼多 它整個來講還是收大一支 當然購別縣市有去借錢的 事實上 200多個鄉鎮裡面 它的那個支出才大概700億 大概平均一個鄉鎮 大概只有3億 實在是不多 這3億 它還要花給那個鄉鎮公所 所員工的薪水 還要花給那些 像鄭鎮代表的那些 所謂的那些工費 所以稅價就有限 所以你看它一般 這個特別高 這個就是主要是花放薪水的 所以它其它的功能 就會相對的比較少 所以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那個統籌分配稅 實在有一個最多 就是有中央統籌 也有線控 這個是它的一個財政的一個情況 各位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隨時去舉手問 那個是鄉鎮的情況 那地方財政 對目前最重要的 有哪一些問題 第一個 就是人事會 跟華定義務支出高 人事會 所以就是說公務員 他就是不違規 上課 不是不違規 然後是不搞回文 然後不做什麼 他就只要按死在那上下班 他就一定要給他錢 那個是他的人事會 而且人事會 你知道一定的年齡 你沒有違規 你就自然會上升 所以我就是年資 他的年資就會上升 所以根據全國的統計 即使不調薪 公務人員即使不調薪 他的那個年資往上升 他人事會一年都要增加百種 即使不調薪 因為公務員幾等幾幾 幾等幾幾 你到一定的年齡 你就會自動的調薪 那你就自動的增加一點 所以即使不調薪 公務人員的人事會用 但整個也會增加 人事會 像國中國小 有那麼多老師 你就一定要提錢 這個是我解釋 這個是怎麼樣 就 他已經是一定要給的 就跟那個台北市 高雄市 或者是 所謂的桃園縣 都會有那些所謂的說 人事會 縣長一去的時候 他發現說 人事會怎麼這麼高 有沒有 他這個人事會 他也不能夠散 所以啊 那個像議員 你在審議算的時候 他這個可以砍 那個可以砍 可是人事會他不能砍 因為那個是怎麼 法定的 他一定要給的 他不能砍 所以那個 有時候公務員 好嗎 給你砍 給你砍 議員 他不能去砍人事會 因為人事會是法定的規定 他砍的越來越無效 你知道 好 除非是那一種臨時的越來越 你知道 另外第二個 法定一無知之 法定一無知之 這就是像哪些啊 就是簡單的 像你符合低收入的一個 符合低收入的一個標準的 你就每個月可以拿多少錢 那個是法定一無的一個支出 一定要給他 然後住在甘養院裡面的 那個是呢 每個月 要給他多少 否食會 你一定要給他 你也不能夠散 那住在甘養院的話 看過他的時候 否食會是多少 然後那個 那個所謂的 那個是 一個月離幾次法 什麼牙膏幾條 你那個都不能夠散 那個是一個 法定一無知之出的 這個是 就是說 人事會跟法定一無知之出的比例很高 結果變成支出結構很僵硬 支出結構很僵硬了以後啊 他那個縣市長 他的那一個是怎麼樣 可以自由 爭奪 自由去支援的 那權力就低 那如果那些縣市長啊 又有私心 因為他會動用的經費少 他又有私心的話 他那個錢啊 會跑到那個是怎麼樣 會所謂的就是 人們說 錢都花在那裡 有沒有 沒有考慮到 人民的偏好是什麼 錢都花在那裡 要花 就是把錢 花到他喜歡的地方去 結果那個不一定是 人民所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所謂 參與順利率 就變成說 人事會法定一無知之出 這些規定以外的錢啊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啊 要可以自大地表示意見 那個各位審預算的時候啊 剛才相互主委所講的 苗栗縣審預算好像都沒有什麼商 為什麼 就是 那個審預算啊 我等一下會講 它有時候是一個所謂的 是一個密室協商出來 那在中央呢 就是立法院的叫 黨政協調啊 那黨政協調啊 那個 各位就是 他們會被批評 幾個人就不一定 我們不一定是 人民的那一個是怎麼樣 所需要的一個支柱 另外第二個 目前的地方財政問題啊 就是地方財政的努力不夠 所謂努力不夠啊 就會想到是說 本來地方自治啊 應該是說 地方人員自己決定 我的公共自治是多少 然後我可以收到多少稅 按照這個法令 然後說 我可以從上級政府 獲得補助多少 剩下的我就自己要去籌錢 那現在很多那個是 那個地方政府啊 都把地方自治啊 警示成說 我沒有錢 一上級就要給我 好 就跟小孩子一樣 父母就不給錢了 他就不念念書 事實上 就跟我們那個 給小孩子錢一樣 我們父母親給他的錢 要不過他基本的那個 開銷 如果他想買更多的光碟片 他想買更多的漫畫書 不好意思 你自己去打工 這樣的一個道理 這個是說 地方的那個財政努力不夠 還有第三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自由財源力 補助依賴度高 你如果補助依賴度高啊 就要受到上級政府啊 手左右 這個是目前地方財政的一些問題 這個就是我先講地方財政的一些情況 接著我們講 預算啊 它的整個流程是怎麼樣的 這個預算它整個 從蓋算開始 然後預算案 然後預算 保定預算 分配預算 決算 決算 審定數 它整個這個流程啊 這個考育圈啊 大概要快兩年 考育圈要快兩年 那我們 什麼叫蓋算 大家 我們 這邊有很多流程啊 一般都搞不清楚啊 你知道嗎 有時候所謂的專家 就是用很多很鹹的術語 去騙那個民眾 那樣的專家 用很鹹的話去講 很簡單的道理叫做專家 對 這個蓋算啊 你就不要去想想 你就打開算不算 這個叫蓋算 每年啊 行政部門 就要預計說 我下一個年度 好 要 這個單位要花多少錢 這個單位要花多少錢 你自己算一算 過單位啊 都說去年有這個東西 今年就會有變這個預算 所以大家就會按照去年的基礎上 所謂的是你們去加一點 這個就是蓋算 他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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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變成說 前一兩天報紙燈啊 說台北市啊 那些所謂的 警察 教育人員 還有包括這個 教師 他會有獎金 他會有獎金 所以每一個老師通通有 包括每一個職員通通有 一年就要花好幾億 大家說 其他的人啊 那些都有解錄啊 結果是 他們沒有獎金 為什麼教師就會有 那些人是說 看到就有啊 這個就是說 看到就有 將來就會有 這個就會人是說 教師姐 那些教師人員 是不是要另外點獎金 這個就可以控制 是不是一定要這麼去鼓勵 你知道嗎 因為教師拿過一兩千塊 他雖然是很高興 可是不給他也無所謂 可是那個一兩千塊 所有的老師結果起來啊 他經過就很多 也許我會做更多的一些 有意義的事情 那那個啊 就會說都是在既有的基礎上 去把那這個事的呢 去算 大概算不算 有沒有 這個概算 這個概算啊 過單位把概算匯編了以後 送到那個事的呢 主居單位 就去成立一個預算 當然啦 過單位都會是算很多 主居單位就說 我才有我自己 我才有我自己 你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啊 你看那個預算書上啊 有一個暗字的 就是還沒有議會審議 就是行政部門啊 先把它籌編 有一個暗字的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 在立法院有一個是怎麼樣 中央英國哪一年度 預算案 有一個暗字的 就是只是行政部門編出來 還沒有立法院審議的 然後到民意機關審議以後 在立法院 在中央就是立法院 在地方就是議會 在鄉政司公所就是代表會 他們審議完了以後 那個預算 我們就會把暗字取消 就會把暗字取消 那我們就叫這個預算 哪一年度 這個某某鄉政的公所哪一年的預算 一般在法律上是哪有法定預算 法定預算就是民意機關審購 行政單位只能按照那個去執行 就像那個清潔隊 所以他會規定是說 一個清潔隊要買 今年度買少百幾根 都會變得很詳細的 買預算 如果預算 這個如果預算 就只能夠長筒變成短筒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就是預算 那個議員 在這邊的議員的功能 誰要我們看到議員 我們市場議員或那個代表 那個市民代表 我們市場所作威作福 包覽工程 不是就法定商來看的時候 他們有兩個工 一個就是立法 一個就是要可能審議預算 不是啊 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 自己連預算書都看不懂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那個就是議員 是要替人民看見活發的 結果他自己對預算書 並不可能了解 所以參與市預算的時候 就是希望是說 讓那個民眾 到底希望把錢花在哪些地方 能夠表示出來 那個是參與市預算的一個精神 我不是像現在有幾個人啊 晚上去酒堂喝一下酒 我就決定了 你知道 這個是我們參與市預算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民意代表 本來是要替人民看見活包的 可是民意代表 他所喜歡的支出 並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的 而且民意代表 他們所謂的在那個議會 或者在座廟 又有婚很多委員會 那委員會的話 一到地方的時候啊 某一個委員會 都跟三個、四個、四個 那三、四個 那就割定 那一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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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分分 那一到處 那說這多少個 那你港澳 那你這多少個 那你多少個 那你多少個 我記得有一年到 我去一個縣 縣政府剛好 報紙燈的時候 他們的預算 沒辦法審出來 那我就問那個主義說 你的預算不是有 好像報紙燈有問題 你說沒有 我的事 我知道沒有人請我 那所謂請我 就是每一個人 保公審多少 每一個人保公審多少 就跟趙琦 趙琦有一個省議員跟我講 他第一次當省議員 他才知道說 有些事情不能夠隨便執行 因為每個人都有地盤 有些人是專門做 省力高峰的制度 專門包省力高峰的制度 有些人是專門包 那個是怎麼樣 那個鐵路級的便當 有些人是專門包什麼 那個大家就要把他們 那個行政首長就要把他們擺平 然後這個 你把他們 就是說對方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那個勢力的範圍 利益的範圍 不能夠隨便執行 你會大流暴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這個公開 大家來討論 就比較不會是說 我們就時常講 公家買電腦比較貴 公家買什麼比較貴 這個我記得我以前在學校 要買一個電腦 有公家 他說你這個好 妹妹 因為那個是GoGo會的計畫 那個電腦 買完了以後 用完了又要交給學校 他就跟我說 電腦是多少 我說你要講給他 他說好 後來我要開花票的時候 我這個說是國立政治家 所以 他說 你講給他嗎 我講給大家 大家有一個行情價 所以 所以介紹愛看國 對不對 開錢寫 我講政大 一次 我講我沒有要賺那種錢 他說要計算 那個花票要開的比較高 我講我沒有要賺那種錢 我講大錢 我也無不到小錢 我不想無 對不對 我講我沒有賺那種錢 他就是 沒有我的就是 那我送你一些周邊產品 我就送你一些周邊產品 因為他說 他把那個行情 你打破 他會被統頁 攻擊 所以那個是 現在比較好 有一個聯合採購 有一個聯合採購 那以前的時候 沒有聯合採購 所以就會變成說 公家買東西會比較貴 有些人就不想賺那個錢 他就會送一些周邊產品 那種不良的制度 演變到後來就是 前些時候 一些大學老師 那個是採購 做研究計畫 出筆路 都是有那個早期 已經成習慣 他不一定老師誤調 有些是有誤調 有些不一定是誤調 愛德工一個錢 就放一筆錢 在那個廠商那邊 自己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去拿 啊有些人啊 心一偏的話 就拿回去自己用 拿回去家裡自己用 啊有些人甚至拿冰箱回去 做一些計畫 哪裡要冰箱 憲通話是純雲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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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結果當事人又不見得時候是知道 像我現在來到 那個一直 因為我打字很麻煩的住院符號 因為我不會適合思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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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搞不進去進度 所以我會有一個專門替我打字人 我也不曉得時的高天我欠他還是他欠我 然後我就定期問他 就在那邊點五千塊給他 他也從來不跟我算 他就說應該還有剩 closure 我們之間的那個一直搞不清楚 不過我現在沒有這一計畫 我必須跟各位講 就是我拿一个计划他多少钱 我说这个有多少钱 所以你就要开多少发票给我 还好我那个时候 并没有那个调查局去查我们 现在去查的话我也要可以去问 怎么打这几只要花多少钱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要够小 底下的人就拿去包 我怎么知道这么好 结果包十几万 这么泡泡的去包十几万 因为那个金贵 你要给它做不完 因为它敲来敲去 所以现在的话 他们比较不敢 早期就会是什么 如果心术不正的敲来敲去 就会敲到自己的口袋 我记得我在当救老金总经理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有那个接连救计划的 既然里面包销里面有香烟有磨臭臭手套 我就跟他们讲说 不要这样 这个把它踢掉 如果他们真的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花票来 或是收鱼来替代 也许他要有灵感 要那个筹缘才能写出文章 可是我这个实在是不方便的 这个就是说 所谓的那个预算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预算 这个是在行政部门来筹编 成立预算案以后 要交给立法部门去审议 审议以后就变成法定预算 法定预算 行政部门就一定要按照他的执行 没办法被敲来敲离 你不能够把 原来要做这个社会务力的钱 移到去花薪水 你不能够把某一个钱随便去移动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你这边有多 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安养院 他的那个是怎么样 你能够吃饭的钱 你不能够请给他离法用 那个都有规定的 都有规定的 所以那个叫法定预算 行政部门就只能够依照那个计定 所以如果说立法部门 没有很严格的去审 那个行政部门 你要编满 他就听我自己挤一挤 他那个钱就会大亏就在这里 结果会做一些 是你不想做的一些事情 就跟我那个乡下 我以前 我就现在比较没有了 我就是看到路边摆了一个花坟 乡下干嘛要摆花坟 有没有 所以沿土也收那些比较花坟 那些花坟没有浇水 首先是花跟树木死掉了 后来就撞到那个花坟 有这土就散了 后来花坟也就不见了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浪费 如果说让那个事的民众去决定 他久了就知道说这些花坟不要买 可是地方的话有些人他还是继续买 因为有买花坟他就可以报销 有报销就有过早好住 就跟那个是他们有时候 做那个树木 他会有一点的死亡率 没有死的话也要把它拔一下 让他死 因为才会有继续的经贵 那个都是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公共造产 公共造产我们那个产啊 叫做悲惨的产 这个叫公共造产 这个是法定预算 法定预算要给行政部门再来分配之后 第一个月花多少 第二个月花多少 那个叫分配预算 分配预算就是然后就给行政单位去执行 最后就变成一个决算 变成一个决算 行政部门给决算 决算出来以后就要给审计部门去审计 这个审计部门啊 就我会跟我讲 审计部门就好像是会计师一样 你一个企业啊 你到年底啊 那个账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会计师签证 签字证明你这个报表是可靠的 我们审计部就干这个工作 要不要推到我们的审计部啊 这个将来啊 也会有人会表示意见的 因为我们的审计是一条边的 像台北市的审计单位啊 它不归台北市市场管 我们的审计单位啊 从中央到地方 通通是归监察院的审计部贷款 通通归监察院的审计部贷款 那这个地方的审计啊 也是中央的审计部贷款 所以你就要那个好农兵啊 走到台北市审计处去的话的话 他不能耀武扬威 因为那个民工工艺不必站起来一阵 因为他顶着我说 你来这里做啥 因为他是独立的 台北市的审计处他是直接属于怎么样 那个监察院的审计部 审计是独立的 就跟那个会计师签证啊 他也是独立的 所以那个企业啊 他要出钱拿钱出来 给会计师签字 所以他的报表是怎么样 可信的 如果他的报表做得不好 会计师还要叫他怎么样 所以会计师如果乱签的话 出了披露的话 他要负责的 所以像我们那个各种处罚 对会计师的处罚是很严重的 所以审计部啊 就在我们这个后面这里而已 审计部就在我们后面这个 这个杭州南路跟北平路口 那个审计部看起来不显眼 不是以前我们都很怕他 因为他会有一些 今年可以明年不可以 得一些规定 对啊 也不是规定啊 是那些审计人员啊 他会怎么样 他们自己有一把词来决定 所以最后变成一个 变成的观点 最后就变成一个决算审计数 所以这个概算啊 一般你像这个是在 年度预算一月就要开始 这个概算大概在三四月就要提出来 这个大概九十月就提到议会去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是什么三四月 就是今年的三四月就要提下一个年度的概算 南路市的呢 大概九月份的时候啊 在地区比较晚 大概十月的时候 送到议会去 南路议会啊 一定要在十二月份以前审计出来 明年一月一二好执行 那等他最后变成决算出来以后 南路就决算审计完了以后 要复兵等你 要复兵等你 那这个就是整个预算的一个怎么样 流程 要注意到概算 预算案 预算分配预算 绝算绝算 绝算审计数 有什么不同 这个绝算审计数啊 就想要到会计师签证以后 得一个那个什么三四月的一个数值 还有一个就是一不过就三不过了 也有些人会误解 废的误解 我进去立马院为例 一读啊 我讲的一读什么都没有读 结果被 一读啊 就是说 好 像有一个渔帅 或者是一个华 华案 像受夺水的一个华案 然后送到那个行政院送到立马院 那你外面其他的委员也有他的版本 然后就送到那个大会 那个大会的那个怎么样 院长 就念念 这个行政部门送来什么 手楼水 修正案 还有其他委员几个版本的案 我们交付财政委员会审查 我们交付财政委员会审查 好不好 大家还不晓得在念什么 他就敲下去 通过我们送财政委员会审查 那这一读啊 一读什么都没有读 一读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读 只有念那个条文的一些大意而已 而且那个念条文的人 又念的好快 你还没有反应过出来 他那个锤子已经敲下去了 那个就叫做一读